深深的長在每個人的心目中 所以當你是選擇的時候 你其實把自己跟這個整體結構上的東西 其實是脫離的 而且沒有去看這個問題 所以其實婚家的選擇長在這點上 也是很詭異的 是有了結婚的權利 然後之後才選擇不婚嗎 我覺得這個也應該要被談到 那所以呢 還要回過頭來講 他不只是個人嘛 然後現在婚家 如果是每個個人的選擇 我們也不見得要在這麼寒風淒雨中 來這邊討論 他因為是一個運動的方向 那講到運動方向的時候 其實有很大的值得討論的空間 他如果是一個運動 譬如說在移工運動裡面有人討論說 是不是移工都要推成為公民之後 他才可以有所有的權利 就像婚家結了婚之後 你就有所有的權利的整體 一個配套的權利 是不是要這樣呢 然後呢 還有一個叫什麼 還有一個討論就是 現在的運動呢 是不是要搞成選舉 所以他可以讓每個選舉 能夠有運動的長進 能夠有運動的長相 而不只是普通的選舉 那這些討論其實在運動的這個層次上 就會很有影響 很有影響什麼呢 如果當我們剛剛講的 同志的家庭跟異性的家庭 都同樣在支持資本主義的時候 那你選擇運動的方向 那你選擇運動的方向往支持家庭的這個面向下 你是不是在支持資本主義 那這個當然扯到每個人彼此在意識形態上有差距 然後如果你選擇一個移動的勞動力或者是移動的人 是成為公民之後才能有權利 你是不是在支持國家的界線 劃界線的這個東西 然後如果你選擇用選舉的方式去長出不同的選舉 你是不是在支持對於現在正在進行的運動的一個否定 所以我覺得其實婚家或說剛剛講的這些議題 都不只是婚家這麼簡單 也就是說其實支持同志 成婚這件事情 跟支持同志對我來講是不同的事情 對 以上 好 我們另外一位回應人坐在這一半 所以你們要再晃過去180度 從那個角度 好 第二個回應人 但是可能講得稍微深耗一點而已 所以不太如他 他講得反而更清楚一點 那我認為今天台上的很多說法 其實會對當選 關於同性婚姻的爭議是有所貢獻的 能夠將基督徒跟同志的對立 向前推進到更有建設意義的對話方向的 那我今天回應首先要說明就是 目前支持同婚 同性婚姻所主張的平權說法 其實是有所貢獻的 或者更直接的講主效 就是說用同性戀平權的說法來支持同性婚姻 是不相當的 這當然也不是我的創建 也有別的人也有說過 只是我要把它講得更清楚明白一點 然後我接下來要說的就是 這個關於同性婚姻的政法意見呢 其實必須要建立在今天台上這些說法的辯論上 才能真正的根據才是有效的 同婚運動目前採取的是平權說法 所謂平權說法就是說 婚姻現在是異性戀的特權 應該擴及到同性戀 否則是歧視 因為同性戀與異性戀沒有什麼不同 不能因為性取向而多多其結婚權利 或許基督徒會說 同婚所要求的實質利益 這個醫療啊什麼的 其實都可以透過伴侶制度來保障 因而沒有結婚的必要 但是平權派認為 基督徒這個說法 仍不能否定其事存在 因為就好像即使存在很多不想結婚的人 或者多數同志都不去結婚 這些事實都無法構成反對同婚的理由 因為婚姻權不是強迫結婚 而是提供一種選擇錢 因此如果不提供這種權利 那就是對同性戀的歧視 而歧視同性戀是錯的 重點因此不在於婚姻本身 而在於歧視同性戀 同性戀需要或想要結婚與否並不相干 不給同性戀結婚權就是歧視同性戀 這個是無法容忍的 那以上基本上就是支持同性婚姻的平權論證 然而這個論證我要說就是 是無效不相干或至少是不足的 沒有辦法構成充分的理由支持同婚 我來說明理由 平權論證的核心是說 如果婚姻不納入同性 那就是歧視同性戀 可是歧視又是什麼意思呢 歧視的相反就是認可承認肯認這個觀念 歧視就是不認可對方有相同的價值 不承認對方有名本的身份 反過來說認可就是承認對方的存在價值 而不是貶低對方 因此說婚姻歧視了什麼 也必然同時意味著婚姻認可或承認了什麼 我認為今天的婚姻有兩個彼此相關的特點 第一 它被認為是有特定功能特定目的或特定價值 是意義的 第二 婚姻就是對這個目的功能或意義價值的承認認可 而這個認可呢 又有保障支撐 其功能和意義價值的作用 好比說 如果說像以前講說 婚姻的目的功能就是傳宗接代 那婚姻其實又同時認可了這個 傳宗接代功能的正面價值和它的正當性 雖然表面上看來 婚姻是在認可以結婚方式來結合的正當性 但是其實是認可結合所可能產生的 或是能滿足的特定功能 像我們例子就是傳宗接代 那我們看看過去結婚時候說的什麼 白子千孫啊 白酒偕老啊等等 這些都是婚姻的目的功能 而婚姻所謂的神聖性 莊嚴 喜慶等等 則是對這個功能的肯認和 結婚的時候祝福新人 只是看似針對那兩個人而已 其實真正針對的是 那個能滿足婚姻功能的結合 對那個結合的認可 這也是為什麼祝福總是祝福 早生貴子總能約合 而不是祝福 這個急早第二春啊 脫離鬼子 如果以上的分析是對的 那就可能清楚看到兩點 第一 當制度上不准許同性婚姻的時候 那婚姻當然就沒有對同性伴侶的結合 可以與承認認可 也就是這一點 讓支持同婚的人覺得同性人被歧視了 但是這可能是個誤解 因為前提必須是 同性伴侶的結合必須滿足婚姻的功能與目的 換句話說 婚姻所提供的認可 是為了結合能夠滿足婚姻的功能與目的 而不是任何人的結合 因此 第二 整個同性婚姻的編隊應該集中在婚姻的目的功能與意義價值的基本問題上 而不是同性戀平權 事實上 基督俗師要口頭上還不承認他們否認 就是說不敢不承認同性戀平權 那今天在台上的發言呢 其實針對的就是這個基本的問題 很顯然 對於現有婚姻的目的功能與意義的價值 我們其實並沒有共識到今天 在今天並沒有共識 因此當然需要協商 對話與辯論 而且一旦開始對於婚姻意義的權勢征戰的時候 很快的我們就發現 不會只是對現實制度的權勢 還需要改變世界 這個婚姻意義的權勢和改變問題 當然也不會只是涉及同性戀 異性戀或是男女 就像從19世以來的這個馬克思主義 烏托邦社會主義 無政府主義 晚清幾年初的鬼家配分 女性主義 以及當代孤兒分的所顯示的 這個問題涉及了世界最基本的一些範疇 文明 帝國主義 國家 資本主義 私有制 傳統 族群文化 移民移工 公司領域 雇佣勞動與家務勞動 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險 性管制 等等 所以我們不應該躲避婚姻的意義 目的功能這些基本問題 停留在不斷重複單調的論調 今天台上的發言 針對婚姻的主流權勢 有很多挑戰性的解讀 提供了有對話意義的爭論的開始起點 容我用另外一個方式來陳述我的論點 今天婚姻是由國家許可的 如果婚姻無需國家許可 結婚是純粹雲間的事物 那當然就沒有什麼歧視問題 誰來跟誰結婚都是私人或者是人民之間的事情 然而贊同與反對同婚的雙方都不爭取這個婚姻自由 而是要辯論國家許可下的婚姻 為什麼呢 因為國家許可還意味著 對婚姻正面價值的認可承認 而且也提供婚姻一些物質利益或保障 其實也就是要確保婚姻等目的功能 那國家為什麼要這樣做 是代表了誰這樣做 誰賦予他這樣的正當情緒做等等 這些事必要包括在婚姻討論中 那我們把這問題先不談 回到我們論證的主軸 國家許可婚姻既然意味著對婚姻的認可承認 那麼同性婚姻就不能只是建立在認可或歧視同性戀的平權問題上 因為同性戀平權論證只涉及對同性戀的認可 而不涉及對同性婚姻的認可 這是剛剛進入講的那個意思 不而必須進入談論婚姻的價值意義目的功能等等的 這樣的一些深水區 證明同性婚姻值得對國家認可 換個說法來看 有一些同婚的支持者他也說 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和任何人結婚 為什麼呢 為什麼人不能跟板凳人跟貓三人心不能結婚呢 結婚為什麼不能是兒戲呢 這的確就涉及了婚姻的功能物的意義及價值 以至於國家會介入婚姻制度提供認可及提供物質的意義 某一些平權論者或許會這樣說 基督徒之所以反對同性婚姻 其實是因為他的內心歧視或是不認可同性戀 而不是或是不只是因為同性婚姻不符合婚姻的目的 價值或意義 如果這是真的 那麼這意義的同性婚姻的合法化 不但表示國家認可同性婚姻符合了婚姻的功能和價值 而且還額外多餘的 國家還額外多餘的認可同性戀 也就是國家要求基督徒不歧視同性戀 但是這跟國家要求僱主或是學校在行為下 僱其是同性戀並不相同 而是要求基督徒內心 他本著他的良心 從理性與情感上承認同性戀的同等價值 可是國家是不是應該能這樣做 也就是說他不保持一種自由主義的這種中立 這顯然也還是需要辯論就設計了我們這個國家是 我們要怎麼樣一種國家 國家的功能又是什麼 從上面來說認可或是承認 在目前所謂的多元社會裡其實有兩種 一種是不同集團彼此的認可 也就是異己他者跟自我 好